大家好,我是娃娃,欢迎收看《悬暗真相》 林多沼泽,位于英格兰柴郡威姆斯洛的边缘,占地约1500英亩,从15世纪以来一直是该地区泥炭的来源之一。 人们会从沼泽中挖取泥炭后晒干,作为炉灶用的燃料或是种植浓作物的土壤和肥料出售。 这个产业一直延续到20世纪,工业革命后整个作业也转换成机械化。 泥炭的挖掘改由机具进行,工人们主要的工作是站在输送袋旁检查是否会有阻碍机器运行的大块物件,并及时将其取下。 安迪·莫尔德和斯蒂芬·杜利就是在泥炭厂负责这样的工作。 1983年5月13日,那天本该是个寻常的工作日。 当沼泽的泥炭随着传送袋被运送出来时,两人一眼就注意到那个形状与大小都跟足球相似的物体。 两人将该物体取下时还开玩笑说这搞不好是一个恐龙袋,两人或许有机会因此成名。 安迪和斯蒂芬的玩笑话成真了,他们两人真的因为这个像足球一样的物体在考古学上留下名字。 出于好奇心,两人将物体上头沾黏着的泥泞以清水洗去。 最先出现的是一个还有毛发的头顶,干枯的皮肤覆盖在没有下巴的头骨上, 还有一颗残破的眼球留在眼眶里。 这个物体根本不是什么恐龙袋,而是一个残缺的女性头颅。 安迪和斯蒂芬当下可真是被吓坏了,他们连忙将此事报告给工厂的经理肯哈伍德。 哈伍德也不敢耽搁,立马就带着这颗头颅飞奔到警局交给警察处理。 起初,警方在收到这颗头颅时也是毫无头绪。 头颅有着严重的毁损,基本上已经无法辨别出长相,甚至连性别他们都无法确认。 只能先将这颗头颅送至法医办公室,让法医先进行尸检。 与此同时,警方也没有闲着,他们调阅出过去十几年间的失踪者的档案。 一个个翻查,希望能从中找到有用的线索。 在那个以纸本资料为主的年代,这可不是件轻松的工作,可以说跟大海捞针的难度差不了多少。 直到收到法医办公室的报告,确认头颅是一名三十岁至五十岁的女性,警方才隐约有了一些方向。 只是,这样还远远不够,需要查找确认的档案量仍是十分庞大。 这时,一位较资深的警察突然想起一个二十几年前的老案子。 他找到了那起案件的档案,然后惊讶地发现,失踪者玛丽卡德·费尔南德斯失踪前最后一次露面的地点就在林多沼泽一带。 而那里曾经是他分居的丈夫彼得·雷恩·巴特的家。 玛丽卡是位热爱旅行的画家,她与丈夫彼得是在1959年认识的。 当时彼得是航空公司的员工,两人在飞机上相遇,只一眼便天雷沟动地火。 两人对彼此一见钟情,只花了两个小时,彼得就向玛丽卡求婚。 她说她确定玛丽卡是她想共度一生的人。 或许是被这样炽热的爱火给冲婚头,玛丽卡答应了彼得的求婚。 两人在相识仅仅四天后,于1959年3月28日结了婚。 由于时间过于仓促,婚礼办得非常简单,也没有太多的亲友出席。 不过这些对这对爱得热烈的有情人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两个人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相爱是一回事,相处又是另一回事。 彼得和玛丽卡认识的时间实在是太短,双方对彼此的认识都还停留在美好的第一印象。 因此,当热恋期的荷尔蒙影响减退后,玛丽卡才察觉,彼得好像并不是她所想的那样,是一个风趣浪漫的完美伴侣。 更糟糕的是,她觉得彼得并不爱她。 理论上来说,猜新婚几个月,两人对彼此的需求应该要十分强烈。 可是实际上,两人夜生活的次数却少之又少。 加上彼得工作的关系,时常需要出差不在家,这使得玛丽卡心中的不安与怀疑日进扩大。 玛丽卡并不是没有尝试过跟彼得好好沟通,但彼得的反应总是十分冷淡。 当所有不满的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后,玛丽卡的态度也不再温和。 两人开始频繁地发生争执。 在几次大吵后,玛丽卡和彼得的关系跌入冰点。 对这档婚姻感到绝望的玛丽卡,选择向彼得提出离婚。 这使彼得才紧张起来,她向玛丽卡道歉并承诺自己会改。 彼得说自己只是还不习惯一个丈夫的身份,让玛丽卡再给她一点时间调整。 她还劝说玛丽卡出门旅行转换一下心情。 玛丽卡听见了彼得的建议,毕竟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婚姻走向失败的结果。 玛丽卡重新开始婚前热爱的旅行,她和彼得的关系也终于稳定下来。 如果不是那次心血来潮,想给丈夫一个惊喜偷偷回家,也许她这辈子和彼得就会按照这样的模式好好过下去。 那天,玛丽卡一打开家门就觉得不对劲。 彼得这两天有工作,照理说家里应该没人,可房间里却传来有人交谈的声音。 女人的直觉告诉她,接下来这场面肯定是她不想看到的。 玛丽卡犹豫了一会儿,还是鼓起勇气,推开了房门。 房里的画面并不夸张,但已经足够让玛丽卡崩溃。 玛丽卡看到彼得和一个男人赤裸地躺在床上。 空气里的气味也昭示了两个男人刚刚在房间里做了什么事。 这下玛丽卡终于知道,丈夫为什么对她的嗜好丝毫不感兴趣。 原因就是,玛丽卡是女人。 她以为的完美另一半是个同性恋。 要知道,直到1967年以前,同性恋在英格兰地区还是属于一种犯罪行为。 在那样一个年代,发现自己的枕边人是同性恋,与自己结婚只是为了掩然耳目。 不难想象玛丽卡能有多愤怒和难过。 玛丽卡只要一想到曾经和彼得躺在同一张床上,就觉得恶心。 但是这一次,她不打算放过彼得。 凭什么这个男人在欺骗她之后还能心哀理得地和自己的情人快乐地在一起? 最终,玛丽卡和彼得达成约定。 两人仍旧保持婚姻关系。 彼得需要提供足够的金援,让玛丽卡可以四处旅行和玩乐。 从那天以后,玛丽卡就再也没有回到柴郡,就连彼得也很难联络上她。 通报玛丽卡失踪的是玛丽卡的家人。 玛丽卡虽然喜欢四处旅行,但从来没有那么长时间消失过。 警方当然也曾经询问过彼得,但彼得为了掩盖自己是同性恋的事,并没有向警方吐露全部的事。 只说玛丽卡喜欢旅行,或许哪天玩够了就会回来了。 就这样,玛丽卡一消失就是二十几年。 纵然警方也曾经怀疑玛丽卡或许已遭彼得杀害,但没有尸体就无法证明有谋杀案的发生。 自然也就无从对彼得进行更多的调查。 那么彼得现在人在哪儿呢? 距离玛丽卡失踪至今已经过去二十几年,彼得也早就搬离了柴军。 不过不知道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警方很快就从犯罪记录的档案中找到彼得的下落。 原来彼得离开柴军后,搬到了补兹茅斯,那时候他已经从航空公司离职。 1975年时认识了保罗·科里根,两人后来一起合谋绑架了一个年轻的男孩。 这也使得两人都被送进监狱,直到1981年彼得才被放出来。 而保罗后来又因另一起谋杀案被定罪时,向警方表示,彼得曾经向他炫耀,是自己杀害了妻子。 不过当警方前去询问时,彼得再一次地否认杀人。 他说自己只是不想在保罗面前表现得过于软弱,这才编造了杀妻的故事。 现在看来,彼得告诉保罗的可能不只是一个故事。 警方再度敲响了彼得的家门。 当彼得听见有人在林多沼泽发现一颗女性的头颅时,脸色变得十分沉重。 他沉默了几秒钟,低声道。 已经很久了,我以为永远不会被发现。 彼得终于承认是他杀害了玛丽卡。 彼得声称玛丽卡一直用她的性向威胁她, 要彼得给她大笔的金钱,否则就要曝光彼得的性向。 起初抱着补偿的心理,彼得陆续支付了几次。 但后来玛丽卡要得越来越多,她实在是负担不起。 所以当玛丽卡再次跟她要钱时,彼得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误杀了她。 彼得甚至都想不起她是怎么杀死玛丽卡的。 只是当她回过神时,发现玛丽卡早就停止了呼吸。 彼得当下的唯一反应就是,不能让人知道她杀了人。 所以,她用斧头肢解了玛丽卡的遗体。 原本她以为可以用火消去所有的痕迹,可是结果却是失败的。 她只好将玛丽卡的遗体分散丢进林多沼泽。 警方仔细地搜寻了林多沼泽,却再也没有发现玛丽卡其他部分的遗体。 但彼得的自白足以让警方将她送上法庭。 1983年12月,对彼得的审判正式开始。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让玛丽卡案挂上了英国考古学最离奇案件之一的称呼。 牛津大学考古学系的教授站上了证人席。 他作证,这颗在林多沼泽被发现的头颅并不属于玛丽卡。 经过放射性碳定黏法的检测,这颗头颅有1600年以上的历史,应该是属于罗马时期的人所有。 而这颗罗马时期女人的头颅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是由于沼泽本就属于低氧环境。 泥碳险和泥碳层附着在尸体表层,又能达到防水的效果。 而沼泽内的高浓度有机酸,又对保存头发,身体组织有帮助。 这才使得该头颅看起来只有几十年,而非上千年。 听到头颅飞属玛丽卡时,彼得一度尝试要撤回证词,但一切为时已晚。 彼得谋杀玛丽卡的罪名成立,他也得到应有的惩罚,余生都在监狱中度过。 本期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希望你们喜欢,也欢迎你们在底下留言区留下你们的看法,让我们一起聊聊。